前几天幽人亲王和父母出席了 全国高中综合文化节开幕式 这也是幽人亲王自2019年以来的 首次公务活动 作为高中生也是未来的日本天皇 参与此次活动对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过 邱小公夫妇的本意 还是想让儿子走出家门 结识更多的同龄人 了科生活夏令营活动 就是在祭祀妃的要求之下重启 现在幽人亲王迎来了 人生中的首个高中暑期生活 站在父母的角度 他们希望儿子的暑期生活 能过得更加的充实和快乐 除了要完成既定的学习目标之外 幽人亲王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要突破自己 超越自己 一直以来幽人亲王都没有 对外公开过自己的学习成绩 因此人们猜测 幽人亲王的学习成绩并不有益 起码没有达到父母认定的目标 为了让儿子能顺利地升学 邱小公夫妇也只能打通各类关系 为儿子的升学之路铺路 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大学 祭祀妃都为儿子设定好了未来的目标 之前就有人说过 祭祀妃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子到东京大学就读 如果这个愿望实现的话 那么幽人亲王将是第一个步走寻常路的日本天皇 如果是参考普通录取方法的话 那么幽人亲王需要通过加倍的努力 并且争取在这两年半的时间内提高 自己的学习成绩才能有被录取的可能 但是作为未来的日本天皇 作为拥有特权的皇室成员 邱小公夫妇自然是有多种渠道 确保儿子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至于是什么样的办法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我想幽人亲王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享受 自己的暑期生活大概是因为 东京大学有特殊的录取制 日本某位皇室记者这样猜测到 或者说就连邱小公夫妇也默认 儿子只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孩子 并非他们宣扬的天才 所以才会在人前塑造正面的形象 却在背后拉拢各类关系 为儿子升学铺路 既然升学问题早已不成问题 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儿子的交友问题 其实全国高中综合文化节的注重 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广交朋友 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甚至是结交外国友 然而幽人亲王并没有这样的兴趣 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都是父母和这些参与活动的高中生进行交流 而幽人亲王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 他始终都是依负面无表情的样子 也没有任何参与的兴趣 社交媒体上有网友猜测他们的小王子 是不是有沟通障碍症 或者患有社交恐惧症 从小学起 幽人亲王就不爱和别人交流 我觉得他没有朋友 邱小宫家的工作人员曾这样透露吗 到现在为止 人们始终无法找到一篇有关于幽人亲王 和同学或者朋友之间互动的报道 如果说当年的爱子公主 还会偶尔将同学带到赤板御用地 但是幽人亲王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同学朋友回家 对于儿子的这个情况 作为母亲的季子妃也十分的着急 她也曾请教过幽人亲王的老师 但都于是无辜 面对这样的情况 手足无措的季子妃还曾对幽人的同学 说出希望他们能成为幽人亲王朋友的愿望 不过学生们对这样的邀请无动于衷 在那里 幽人亲王就是一个只会制造麻烦的孩子 在幽人亲王进入学校之间 很多家长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内部教育 他们都带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来对待幽人亲王 如果是普通人 或许他还能一个人生活一辈子 但是作为日本的未来的天皇 他存在的目的便是要为日本皇室延续相活 这就意味着他人生的首要任务 便是找到心仪的对象 其实作为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身不由己便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哀 没人在乎他的感受 没人在乎他想要什么 也没有人愿意成为他的朋友 谢谢大家